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礼拜五来了 那我们今天讲两篇都比较短 可是我觉得里面有很棒的一些词汇 你可以学得起来 那也是我比较少看到 在补习班里面会教到的一些词 我会讲的 可是我很少在一些其他老师的讲义 或者是一些就是坊间的讲义上看到 介绍里面的这些字 尤其那个in lieu of 快要看到了 所以第一篇我们看的叫Trophy Wife 什么叫Trophy Wife Trophy是什么 Trophy当然就奖杯 你大概知道 所以你去打个什么乒乓球赛 然后赢了第一名第二名奖杯 那可能第三名以后就只有奖状 之类的 Trophy这样OK 这Trophy甚至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就像外国人打猎 猎了一个鹿啊熊啊 然后头挂在那边 What's that That's Trophy 大家懂意思 所以什么是Trophy Wife 你想象一下Donald Trump的老婆 你还记得吧 就欧洲娶过来的 然后高受证 虽然说生了女儿 然后有点年纪 可是还是高受证 所以对Donald Trump来说 这就是一种Trophy Wife 他们有像是 例如说以前雷根总统 不是雷根总统 那个乔治布希 Bush Senior 就是第一个老布希 他老婆啊 丑得跟什么一样 或许不应该这么说 可是那 那个就是 不是Trophy Wife 那就Trophy Wife的相反这样 所以Trophy Wife反正就是一个 很值得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老婆 大概是这样讲 OK 很值得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老婆 听起来好 听起来好 好糟哦 但 很遗憾的 对不起 的确在生活上就有这么一个词 Trophy Wife 那你说有没有Trophy Husband 你就没有 OK 你要生出来也不是不行 这是我老公 年轻多金 当经理 开好车 My Trophy Husband I don't know Maybe that works too 那讲到这里 顺便就可以再多讲一个词 就是Soccer Mouth 讲到Trophy Wife 换一个Soccer Mouth 什么Soccer Mouth T足球的妈妈 也不是 就是妈妈 然后不工作 然后他的工作 或许就是 在小朋友去参加各种的 你知道客户辅导 活动啊 这些的啊 这样子 所以 等于算就是 把他的人生都贡献给养育孩子 那可是 可是他也并不是说 就是关在家里 他还是会 载着孩子到处跑 送他去体育活动 什么这些的 所以Soccer Mouth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通常也觉得 Soccer Mouth 就是 在场面加油 你看到他 很正这样子 所以Soccer Mouth 多半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意思 可能都还把自己 打理得不错 Soccer Mouth 好 所以 扯远了 会来这里 所以 Trophy Wife 下面一个小标题 On Spreading the Wealth 所以 仿佛在把这个财富啊 Spread出去一样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 这里说的这个 When in lieu of the bonus My husband invited Henry And Roger For the weekend He just wouldn't stop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the wealth 这句结束 我先把他读完了好了 对不起 Watching Henry spread rivers of wealth all over my tits Truly inspired Roger to make a very generous deposit into my mouth My husband wasn't in a position to properly appreciate these transactions because all that time I was sitting on his face Once hubby fell asleep We had a good laugh about that in the guest bedroom where boys spend the night taking turns to add more value into my orifices OK 来 我觉得写得很好 真的很好 来 先中一开始再看一次 When in lieu of the bonus My husband invited Henry And Roger For the weekend He just etzung 好 这里 我们不要管 他说什么 有些什么 这个 文法的问题 其实没有 对不起 我再看一眼 发现没有 这个问题之后 你可以说 接主持动词 对不对 所以他在逗点后 接了一下 我的老公 邀请了Henry 跟Roger 这两个人 For the weekend 可是你又 接前面再看下去 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到底是什么样 那邀請的Henry跟Roger是誰? 一定是這個他老公的手下 為什麼?因為他前面講 in lieu of the bonus bonus你知道可能就是年終獎金之類的 那in lieu of這個字我們來 這個片語解釋一下 in lieu of 我們要拿來做比較的是instead of instead of你超會,因為我們在台灣很愛教這個 這也是很生活上的英文 一點都沒有錯,instead of就是 不是A,而是B,用A取代B的概念 所以例如說 我啊,我今天出門本來想買一支 這個蘋果手機,結果看了半天發現 還是Android好用,所以我就說 so instead of an iPhone,I still ended up buying an Android phone 所以instead of就是沒有做A 而去做B的概念 in lieu of雖然很像 雖然很像,可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in lieu of是你把 A當成B的功能 來使用,什麼意思? 好,講一個 非常簡單的例子給你聽,我現在 我現在想要釘一個釘子 可是我現在手邊沒有榔頭 沒有錘子 所以我看了半天 聽說這個 iPhone手機殼犀牛盾非常的堅硬 我就拿來當榔頭敲這個釘子 所以我就拿我的iPhone 然後外面是犀牛盾 你當然還是可以說 這個不就還是instead of嗎? 可是不是,這裡的重點在於 我把這個包著犀牛盾的iPhone手機 當成了榔頭一樣 所以這個不是 沒有選A而選B 而已,這麼簡單而已 這裡是我有拿A來當作B的功能 所以我拿iPhone的犀牛盾 來當成榔頭的功能 所以in lieu of就是有比較 再深刻一點的意思下去 有聽懂齁,酷喔 所以回來這裡看,希望你就看懂 in lieu of the bonus 所以這個是為了要把這個東西 當成bonus 給他的這個 給他的這個屬下 ok,so in lieu of the bonus 所以這裡就比instead of 還再更多層一點點 所以假設我今天請你吃飯來當作年終獎金 大家看了sucks 你用instead of沒有錯 可是我如果用in lieu of的話 那就表示這真的就是年終獎金了 我的意思就是這一餐飯就年終獎金了 所以大家懂了齁 所以in lieu of the bonus 我的husband invide了Henry跟Roger來 所以Henry跟Roger來得到的東西 就是等同年終獎金的東西 ok,for the weekend 所以這週末 牽他們來 然後當他牽他們來的時候 he just wouldn't stop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the wealth 他就停不下來一直要講 什麼叫做把wealth 把他的這個財富 散出去給大家 什麼財富呢 對他來說 他講的財富就是他的老婆 其實 ok,好 因為你如果看完下面 你大概就知道了 好,所以他一直講著 怎麼去把這個wealth spread出去 所以下一個繼續來說的是 watching Henry spread rivers of wealth all over my tits truly inspired Roger to make a very generous deposit into my mouth 所以這邊講的是 所以這邊講的是 看到這個蚊子 不得不把他撒死 耶,開心開心 哈哈 對不起齁 來 我們這裡再看下去 剛剛看到不是有Henry跟Roger兩個人嗎 好 看著Henry spread了 rivers of wealth wealth在強調是剛剛講的財富 他用和這個字 all of my tits 那tits你知道粗俗的胸部 所以你就知道Henry設在他的胸部上 基本上 像和一樣的 所以看著Henry 散著他的wealth ok 那回來這裡 或許這裡的wealth 我們就不要把它理解為 是他老婆了 因為下一句馬上講到的是 Henry的wealth 而且還是reverse of wealth 那所以在講的大概就是 把男生們的這一些 財富 來把它spread出去 spread在這個女生身上 好,講得好 太清楚了齁,對不起 所以看著Henry spread 河般的很多條的reverse of wealth over他的tits 所以動名詞當主使 看著Henry做這件事情 就inspire了Roger 所以這兩個被邀請來的男生 看著Henry做這事 就inspire了Roger 來自己做了一個非常generous的deposit deposit是存錢的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 但是你也可以把 想成是托福亞斯裡面的那個 河流的囤積物 沉積物之類的 可以用deposit這個詞 所以讓Roger也deposit進了他的嘴巴裡 所以 講得好清楚 又好不清楚 那他老公是 沒有 處於一個能夠 來 來欣賞這些 transaction的一個位置的 什麼意思 My husband wasn't in a position 他沒有在一個位置裡 能夠來 好好的 properly appreciate 這些transaction 那剛講到財富 那 財富 那transaction就交易 所以 在他的胸口射一發 是一種transaction 在他的嘴巴裡射一發 也是一種transaction 他老公都沒有辦法來好好的 appreciate這些transaction 因為這些 所以他老公是一直被他坐在他的下面這樣 所以他用他的那個下半身蓋住他老公的臉 然後同一時間 所以胸口一發 嘴巴一發 你看這個畫面 天啊我講好清楚 所以 once hubby fell asleep 所以等到他老公睡著的時候 當然可能中間跳了一些情節 或許是老公也做到累了 射夠了之類的 所以當老公睡著了 when husband hubby hubby是husband這個字的簡稱 hubby 睡著了 他們就笑了 OK 就剛講這件事 就剛發生這件事 他們就笑了 we had a good laugh 所以這個 laugh這個字一般當然我們理解的是動詞 就笑 可是的確有一個 have a good laugh 其實就是have a good time 那這個have a good time 那有的笑聲 ok have a good laugh 所以they have a good laugh about that in the guest bedroom 所以他們 老公在主臥大概睡著了 然後他們三個人移到了客房去 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是繼續笑著 那當然還是繼續發生該發生的事情 so we had a good laugh about that in the guest bedroom where boys 在那邊 男孩們 就他們兩個 Roger跟Henry spent the night 花了整晚 那spent後面要加ing 你看他有加ing taking turns 就是輪流著 taking turns to add more value into my orifices 所以再更加了這個價值 進入他的orifice就是動 那複數orifices 那女生有幾個動 就那三個動 你大概就懂了 ok 所以又替他的這三個動更繼續加了價值 所以或許我前面這個講的大概也並沒有錯 他還是呼應回去 spread the wealth可能就有兩個意思 那這個意思男生的那個能力是wealth spread到老婆身上 然後存進老婆身上 老婆自己本身也是wealth 好像也並沒有錯 就是 好所以這講的寫得很好 必須要說 好非常棒 這第一篇 我們看第二篇 第二篇的標題叫做want 就是想要 那小標題 I wanted him and I was going to have him 我要他 偶爾也就是會得到他 這篇我覺得寫得好是在最後一句 我覺得很棒 來我們就把一路先念到完 It only took a smile to grab his attention and once I had that I turned away from him I knew he would react His introduction was intriguing But I took my time in answering him I knew that what was on display would torment his eyes I stood up He gasped When my hand rested on his crotch for balance I bit my lip and winked You can't even begin to imagine the thrill That ran down my mature goosebump body When I walked away And he followed The toilet's door was empty And in minutes So was he 喔好棒 最後一句結尾 真是畫龍點睛的一句 好來 從頭上看一次 這寫得也比較少一點點 他的字詞上簡單一些 It only took a smile to grab his attention 所以 花了個微笑就能得到他的注意 所以他只是 對他笑了一下 他就注意到這個女生 It only took a smile to grab his attention And once I had that 他一旦有了他的attention 有了他的注意力 Once I had that I turned away from him 他就轉身離開了 Turn away from him I knew he would react 我知道他一定會回應 他轉身可能沒有離開了 I turned away 他只是轉身轉開而已 欲擒故縱 對不對 Turn away from him I knew he would react 我知道他一定會對我的微笑回應 這樣子 所以果然回應了 下一段就直接切進去了 他的介紹是很intriguing His introduction was intriguing 什麼是intriguing啊 就是很引起人好奇的 所以intrigue intriguing 常英寫成形容詞主動的 也可以被動 I feel intrigued 就是我的好奇心 被提起來這樣子 所以他的introduction was intriguing but I took my time in answering him 但是他就慢條私裡的 來回答他的問題 所以可能男人問了一些問題 然後他就慢慢回答他 所以take your time 然後vng就是慢條私裡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知道 take your time 慢慢來 慢慢來 take your time 所以你可以加一個 好 somebody's right so took my time 的確加一個所有個比較好 in answering him 加個印OK 不加也沒事 I knew that what was on display would torment his eyes 所以他知道 知道什麼呢 呈現出來的東西 是會折磨他的眼睛的 所以他大概在講 就是他的外貌 事實上可能穿得比較辣 之類的 所以他就知道 what was on display if something is on display 那件事情就是被呈現出來的 所以on display so when something's on display you can see it ok 所以他知道 on display的東西 是能夠torment他的眼睛的 這個torment剛剛講 所以就是折磨他的眼睛 看得到吃不到 torment他 他站了起來 I stood up he gasped when my hand rested on his crotch for balance 這句先看一下就知道 所以他站起來 然後這個男生就gasp 這個字我 我覺得真的蠻常看到 而且我都會把它演出來 gasp就是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男生就 ok 他不會倒吸一口氣呢 所以當他的手 啊 呃 放在他的crutch那裡 所以crutch就是有屬膝布 他手怎麼會在他屬膝布啊 因為他站起來的時候 用手啊 抓到他的屬膝布 然後來保持平衡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裡說了 my hand rested on his crotch for balance 所以為了平衡 手放在他的 雞雞上這樣子 所以這男生 你怎麼就抓了我這樣子 然後這個女生 就為了平衡這樣摸一下 站起來一下 然後下一個動作就是 咬這個唇 然後就wink I bit my lip and winked 所以wink這個字 是眨眼睛 這個wink一定是 這樣子 ok 是調情的眨 開玩笑的眨 之類的 他絕對不會是blink 因為blink就只是 就眨眼睛這樣子 ok 還有另外一個眨眼睛 特別再補充一下 就是 我如果今天 因為一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很震驚的話 的那個眨眼睛 我們多半講成否定的 我到底在講什麼 我給你一個例子 即便你 我是一個非常沒有物慾的人 即便你開我的車 我的車也開很爛 即便我把我的車 我借你車開 你說我碰你有沒有人 借你的車開 我說可以啊 你拿去開吧 即便你把我的車開去撞爛了 我也不會眨一下眼睛 因為他真的很老 你拿去賣成 當成廢鐵賣 大概都賣不了多少錢 所以我這句就會說 Even if you crash my car I wouldn't bat an eye 所以 I wouldn't bat an eye 所以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片語 就是不會 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所以這裡的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就是必須要指的是 什麼什麼事情 並不會令你驚慌恐懼 所以我才說這個東西 往往一定得用在 否定的語態裡面 它沒有什麼正面的肯定的用法 它就是否定的 所以即便什麼什麼怎樣了 我也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所以這個眨眼 你不能用wink 也不能用blink 都是不對的 這裡一定要用 bad an eye 這樣聽到 這個補充我覺得蠻重要的其實 所以不要只說 如果我在那邊講一些色情的東西 我其實重點是想讓你去這些英文 好啦 我再強調一下 發現我的觀眾 成年男子越來越多 女生好像越來越少 我也覺得蠻傷心的 不過 唉算了啦 但總之 有人繼續的看 我就很高興 好下一句 You can't even begin to imagine the thrill that rained down my mature goosebumped body when I walked away and he followed 你不能想像 後面這些事情 那後面這些是什麼事情 所以 You can't even begin to imagine 你甚至不能想像 想像什麼啊 就是 在他的這個 身上的一股 這種興奮的電流般的感覺 所以這個thrill這個字就是這種刺激 所以你不能想像這個刺激 這個刺激是一路 就是從上到下跑了一遍這樣 Rain down My what 他的什麼 成熟的 然後又全身雞皮疙瘩的身體 因為他就覺得 呼呼呼呼好爽 OK 所以 when the thrill that rained down my mature goosebumped body 所以 雞皮疙瘩 goosebump OK 這個字 goosebumped 我在想今天標題用什麼 還是用他的文章好了 不要寫說 請問你知道雞皮疙瘩怎麼說嗎 我最近常用這種clickbait的標題 但不要啦 來 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你不能想像我所得到的這種刺激感 全身都是雞皮疙瘩的感覺 當什麼事發生了 當他開始走開 然後他跟過來 so when I walked away and he followed you can't even imagine the kind of thrill that she was having OK 所以當他走開這樣子 你不能想像他那個時候的 這種多興奮的情緒啊 然後他下一句說的是 the toilet stall was empty and in minutes so was he 好這句真的畫動點睛的結尾 所以這個toilet stall 這個詞就是 我們在幾個禮拜前有看過這個詞 廁所裡面的那個小隔間 所以小隔間是空的 而幾分鐘後 他也空了 哈哈哈哈 他也空了 你懂意思啦 he was empty too empty就是空了這樣子 我們上禮拜才講到 還是上上禮拜才講到那個 San Francisco的Louis Vuitton 被人家整個搶空掉有沒有 所以empty這個字 就是有空掉了這樣子 所以 把店搶空了 可以 bathroom store沒有人 empty可以 男生被炸乾了 empty 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講drain 我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 drain這個字也有 就是露乾流乾的概念 所以empty 把這些字要打一下 好 所以今天講這兩篇 ok啦 我想大概也不太需要複習了 說實在 這兩篇真的也夠了 幾個名詞真的一定要知道一下 因為 因為這幾個名詞都很生活上會聽到的 你想到trophy wife 你問美國人好了 If I would ask you to come up with a trophy wife who would you say 你想一個trophy wife 講給我聽你會想誰 我在猜美國人應該十個裡面至少五個會說 Donald Trump的老婆 真的 因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trophy wife 沒問題 所以能拿炫耀的老婆 這樣子 soccer mom 可以 剛才講過了 帶小朋友去 踢足球的媽媽 所以不是自己踢足球的 不是 in lieuof 跟instead of 我覺得這才是今天講的最重點 instead of就是 不做A而做B 沒選A而選B 而重點 in lieuof 則是你用A來做B的功能 ok 所以不是選一個地方而已 像我換一個例子好了 我今天假設我跟你說 我下個月要去旅行 我們先不要管疫情 你如果想去哪裡 去日本或韓國選一個 所以等到三個月後 然後你看到我 欸Paul你後來去了哪裡啊 你現在應該回來吧 那我回來了 我去旅行 就像這樣 Well I didn't go to Japan Instead I went to Korea 所以沒去日本 去了韓國 這樣有互相提 有那個A取代B的功能的意思嗎 沒有嘛 所以這裡就真的只能用instead of ok instead of 可是像我剛剛講另外一個例子 我如果拿我的iPhone拿來當狼頭敲釘子的話 那個就可以用in lieuof來說了 ok 因為它真的是用A去取代B的功能 ok 而不是我選了A沒選B而已這樣 好 所以in lieuof很少見 認識一下一下 Hobby是husband的簡稱 沒問題 have a good life 就是對某件事情好好大笑一場 ok 大笑一場 intriguing 令人很好奇的 那慢慢來 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if something is on display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 呃 就呈現出來 像我有時候去逛那個山創之類的 逛那個地基層 那個很多公仔那一層 我就看到好多的公仔 on display on display cool torment 折磨 所以她看到的東西折磨她 這女生剛剛應該穿得很辣 抓了她的屬西部 crutch crutch ok 三個不同的眨眼 wink blink 以及 眼睛都不會眨一下 這種否定的說法 來講一件事情 絕對不會震驚到你 絕對不會 phase 這樣子 正好講到一個詞 叫 phase ok 就是 不是 phase 對不起我答錯了 ze phase 所以要是泰山崩雲拳不動雲射的人 就是你是一個 你不會輕易的被人家 phase so you stay unfazed ok unphazed 這個詞也是有的 泰山崩雲拳不動雲射 goosebump 剛剛說了 那個雞皮疙瘩 可以 toilet store 是小隔間 廁所的小隔間 然後男生被炸乾了 empty drained 大概都行 好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